今天中午呢 吃个川菜啊 酸辣土豆丝 还有一个小炒肉 大家好 我是小泳 刚刚呢 在那边吃了点饭啊 川味 这边的消费呢 比甘子粥那个消费低啊 就是说一个土豆丝十多块 然后这个点个炒肉的话 基本上都是二十 这个整了两碗米饭也吃 最近呢 就在这边待了很长时间了 有四天了 下午的话 再去找王姐 今天再再一天 计划着明天就离开这里了 这个地方呢 是四川省潘之花 延边县 那个洪歌镇 到这个理发店把自己的形象整一整 现在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精神小伙啊 这个一共呢 是二十五块啊 连理发再挂胡子啊 特别的精神啊 车呢 都停在这个院子里了 这两天没下雨 这个帐篷也差不多干了 再出去的话 都可以搭帐篷了 这两天住呢 都找了这个便宜的民宿 这里呢 有洗衣机 把衣服都洗了一遍 给小白呢 又买了一袋狗粮 五十块 然后今天呢 又给他洗了洗澡 用那个 先用洗衣粉洗的 又用那个洗头膏沐浴露洗的 你看这个毛 洗的特别好哈 吃吧 吃这个比较健康啊 以后让他多吃狗粮吧 这一袋能吃个 能吃个月吧啊 这个药啊 老是忘记吃 肚子呢 还是不是很好啊 喝个这个药 这就在这边待了四天了啊 衣服都全部洗了 好好的修整修整 接下来 就是说 本来是这样计划的 往兰州方向跑 然后再到宁夏 然后到新疆 啊 这样这个大西北跑一圈 嗯 一跑呢 都得两三个月 嗯 因为有点事呢 我明天得调整方向 往河南浦阳 也就是回老家啊 回我们饭县 嗯 回老家 往家的方向跑吧 啊 在家回去看一个朋友 嗯 然后在家待一段时间 再出去跑 啊 初步这样计划的 哎 啥都不说了啊 嗯 明天得回家 得回家了 啊 十多 得跑个十多天才能到家 距离加有两千多公里 啊 好了朋友们 明天咱们出发路上见吧 啊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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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